哈尔格夫留一些二线部队进行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小股俄军再偷偷摸摸渗透进来的情况。 但总体而言,这里的乌军可以调拨到其他更需要增加战斗力的战线去。 对于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俄罗斯国防部解释说, 巴拉克里亚和伊九姆的俄军仍是重新配置到克里米亚、巴赫木特、阿富提夫卡加强那里的进攻和防御。 这种鬼话听了简直让人笑发,因为太荒谬,我们都不知道九九八十一条理由里面选哪一条作为第一条去反护它。 后来我们一想,这种带着明显斯拉夫主义魔幻现实风格的句式, 倘若我们用理性缜密严肃的语言去对待,我们就已经输了, 并不会比拿真眼瞧那个说用蜂蜂眉的好多少。 所以我们只能这么怼他,那就是俄军战略撤退, 乌军仓皇追击,乌军日庭百里,南远推势, 俄军转进如风,时下大旗。 好,前面咱们说了哈尔科夫北运的一些近距点被解放的情况, 下面咱们来看看哈尔科夫东面和南面。 在奥斯科尔河东面,俄罗斯军队已经逃离斯瓦托夫市, 这可以帮助乌克兰包抄北端的此刻。 目前,俄军确实放弃了斯维亚托尔斯克, 但莱马还没有完全放弃。 在莱马郊区,乌军正在跟俄军交捕, 而伊纠姆是确确实实实实在在地回到了乌克兰的怀抱。 俄军占领伊纠姆差不多半年, 随后无数次地从这里出发向斯拉维亚托尔斯克方向进攻, 可惜从未有过战争的进展。 但没想到,乌军发起反击后三天,伊纠姆就被收复了。 俄军就是这样,永远会让你感到充其不易。 当你觉得俄军已经这么烂的时候, 他还会能证明他可以再烂一些。 说说伊纠姆,考虑到伊纠姆有俄军进二十集团军部长, 即使这个集团军不满员,但也有数千人。 乌军的战斗力再强悍, 也不太可能在一天之内就全歼俄军。 毕竟,乌军的快速突击也需要补出一下弹药后勤和人员的精力。 现在乌军之所以这么快解放伊纠姆只能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俄军主动撤退或者投降。 根据披露的消息,乌军拿下伊纠姆的情形是, 在乌军第81空中突击旅和第92机械化旅在奥斯科尔河东岸三菱中会试, 对伊纠姆就形成了河北。 伊纠姆的俄军第20集团军已经与乌军联系, 试图按照叙利亚投降的模式交出所有武器装备, 由乌军派出大巴车将投降的俄军送往俄军的控制区。 有亲俄的军事博主就干脆声称, 伊纠姆包围圈里的俄军已经投降了。 不过呢,考虑到俄军俘虏许多的乌军, 尤其是亚索团战士都一再改变曾经释放的许诺, 俄军的这些要求不可能被接受。 当然,如何处理如此多的战俘, 也考验乌军的管理能力。 俄军之所以如此快速要求投降, 是因为可以逃走的几座大桥都被切断了, 而莫斯科又拒绝让他们撤退, 显然,这就是让他们做劣势, 学乌克兰固守马里乌鲍尔。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斯特克尔河上的唯一一座双车道桥梁 不是被乌军的海马斯给摧毁的, 而是逃跑时的俄军为了阻挡乌军的追击给破坏的。 这就相当于直接断了195俄军撤退的后路。 乌军收复的这座5万人的小城虽然不大, 但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和库皮昂斯科一起构成俄军在北线的补给中心。 丢了这里, 俄军在段巴斯的补给基本也可以宣布完蛋。 当初, 俄军攻下这座小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也足见乌军对气的重视以及抵抗的顽强。 按理说, 195是俄军后勤补给中心, 不缺弹药, 加上俄军的空天军实力以及远程导弹实力, 要想在这里和乌军打一场俄版的马里乌波尔保卫战, 乌军再强也不太可能一天就解放195。 在段聂磁克双子城, 北段聂磁克和立场斯克, 实力不计的乌军坚守了多少天, 多少次反复的拉锯, 俄军不是不知道。 但事实是这样, 俄军用了两个多月拿下了伊九母, 在乌军9月6日开始反攻的三天之后就丢了。 事实上, 乌军对伊九母的战事进行的还不到24小时。 伊九母被乌军收复后, 将使俄罗斯军队在这一阶段的战役计划注定失败。 俄罗斯军队无法继续向巴赫穆特或段聂磁克市附近推进, 因为俄军继续推进已经失去了任何战争的作战利益, 只会浪费俄罗斯军队保留的极其有限的战斗力。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期待伊九母的部队是重新部署, 而不是在乌军兰军队的闪电攻势下操防逃跑。 咱们来通过来自伊九母民众拍摄的俄军所谓的赫零后的视频, 看看俄军丢亏气甲的惨象。 总结一下, 哈尔科夫周围的战火已经逐步平息, 乌军大获全胜。 哈尔科夫北部的俄军完全退回俄罗斯一侧, 哈尔科夫东南面的俄军则以一盘大骑士的战略继续转现, 但我们还是会觉得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就像是做梦一样, 乌克兰老百姓们则沉浸在巨大的幸福感当中。 另外还有两个消息很重要, 第一是乌军反攻用的骨干部队是从英国和波兰接受训练后回国的部队, 这就很振奋人心了,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目前仍有不少的乌军官兵在国外接受训练, 他们只穿着军装过去, 到了那边接受不战武器和实战训练, 回来的时候带着全套装备和上战杀敌必须具备的技能和自信, 一踏上战场就糊糊有剩的力量, 假如再这么打伤两三个月, 乌军能争善战之势越来越多, 俄军被击溃的部队越来越多, 战场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第二是哈尔科夫被收复, 好多乌剑都跑了, 之前俄军还在的时候, 还在库皮昂斯克搞了一个哈尔科夫州伪政服务, 等俄军打下哈尔科夫, 这帮人可就是大员了, 没想到这回乌军是直到黄龙, 这个伪政服务只能撤到比尔格罗德去了, 之前这帮人还荒腔走板的举行领取俄罗斯良民证的仪式, 以后估计只能在俄罗斯孤独终老, 昨天我们还说, 以后俄战区是搞不起公投了, 谁还会相信俄军的战斗力呢?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 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9月12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明显, 陪林翠, 谢谢, 看福给, 谢谢, 大威德恩基, 谢谢, 温蓉武, 谢谢, 三星绕动武, 谢谢, 艾拉德布莎克 SGT, 谢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简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咱们先来看看我们搜集到的信息, 特别是图像之类, 一, 据说在伊旧母北面一点的斯拉布尼夫卡, 俄军沿路扔下了整个坦克纵队, 注意看坦克测权板上的数字, 这是俄罗斯坦克第26团, 隶属于禁卫坦克第一集团军, 也就是断河坦克军, 曾荣获列明宣章苏沃洛夫宣章的建卫红旗断河坦克军, 光听名字就是王牌中的王牌, 不过这会儿啊, 估计坦克兵们正在奥斯克尔河东西岸的沼泽地里走迷宫呢, 初秋乌克兰的河水可是不温暖, 可以唱凉凉了, 这么搞那到底是重新集结呢, 还是自我去军事化呢, 真的是耐人寻微的问题, 而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也不肯给乌军先进的坦克, 路见不平一声喉, 俄军出手的是相当的好, 恨不得把好东西都给乌克兰, 随着反攻打下伊九母, 乌克兰军队在伊九母附近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丰厚馈赠, 稍微一看就有八辆T80BVMBT, 一辆T80UMBT, 两辆BT2BMT, 一辆U277扫雷车, 还有一辆装甲救援车, 人家西方也就是背后弟弟小刀, 俄罗斯这是当面送狼牙棒吗? 三, 在哈尔科夫的攻势中, 一辆俄军反坦克导弹车被乌克兰军队缴获, 我们估计乌军发动攻势前, 对于该如何处理缴获的俄军重型装备, 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前线普遍配发了一些潘气罐, 这样已有缴获, 在这一段时间里, 我可以射得到一程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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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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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伯父 哈哈,最高 大将,你怎么能复杂? 勝利是腕立伏伏 グランホテル是键 ダニー,我会有轮子 這股下方潛似的 不 沒法解釋 有可能會有 我会叫你 我怕你去嗎 我就是Gilbert和Rossalio 你的包子很厲害 你必須有什麼事? 沒問題吧 在演講中有火 對 把銀子向上的頭上 把銀子向上的銀子向上 是最高的 很棒 Dani 那些人 你也在看著她們的機器 你喜歡她們的機器 是連手機器嗎? 他在那邊 很厲害 L-Tigre是敵人 勝利 你放开 拿出来 不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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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个 仁27 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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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有 ale 不是 我以為你 是你 有 是 是 有 是 有 好 你不忍耐 我也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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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有 我怕死了 把握手放上去 不准 屁股 有味道 罠王 我好像有多大幅大幅然我可以刮過 如果你能夾你帮我 好像我 有甚麼videmment 恐怕你自己有多大幅度 太大了 怪不若我 因為這次的世界 那麽有多大幅度 說我不是只有這大幅度 他就想要問你 他就想問你 你和我一起去 你喜歡吃東西 你喜歡吃東西 你為什麼都會吃東西 好 你不是一个练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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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那是這裡 現在の紛争についてコメントを頂けますか 紛争?勘弁してくれ 噂では戦争とか言われてるらしいですが東原は違う でしょ大将 死に同意します リベルタードの犯罪者は阻止します 数では我々が有利です 聞いたかねリベルタード このヤバいレディは本気だぞ ではラモラールと呼ばれる過激派のチンピラについては 軍に歯向かい国益を害する者は断じて真のヤーラ人ではありません この件は私の戦略で しかもその戦略には私の保安会社経営の経験が生きている 東は誓って安全ですね はい 何にも心配はありません カット時間だ はい大統領 大将 君に話がある 教えてくれ LSの学生不正が なぜこの戦争で最も多く我が軍の死傷者を出せているんだ 大将 それは支援者がいます リベルタードとレジェンドが 私は君のキャリアを見守ってきた アカデミーから抜擢もした だが勘違いしないでほしい 君よりも経験豊富で賢い証拠がたくさんいた 君に任せた理由はただ一つ はい大統領閣下 君が軍服を着た女だったからだ つまり君の首が晒されることになれば 史上の夫との階級の高い女になってしまうわけだ ご心配に感謝します 君の手続き Danny, 話したいことがある Casseroのこと、Rivertardoのこと、全てについて え、クララ、どうしたの? 電話じゃなく直接話したい エスペランサ故事院に来て 場所は知ってるでしょ もちろん知ってる すぐに行く Danny, 不安はいらないから 一人で来て あんたに話があるの おっ あっ あっ 電話 調子はどう? うん これ 好 你先把我伴上去 你的手殿 你先把你扶持住 你自己把你带到這裡 你嫌到這裡的意見 啊 啊 那些人的招待 人物都要找到 你自己想找到嗎 既言 那些話是 你還想知道 你還想成功 你還想成功 就更會 我相信 你也想想成功 我都想要做這個戰鬥 你也想想成功 你以為他們 因為他們 也有好 你還想成功 你還想成功 你還沒機會 但你也能成功 但你 100m的話 是一人才能做 你也能成功 你還能成功 L.S.的練習是在浜辺的地方 今のは冗談 你自己的ファン是夥伴的 Gracias 你做什麼? 父親借了 你怎麼做的? 我已經沒有了 秘密集會 講義活動 還要快點 這不是 什麼? 將那把這個砍 什麼? 作成軍 所以 讓我們在這世上 這件事 我是真誠 我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你很愛說 我母親說過了, 夢就是肌肉的肌肉 這裡只要活著, 精一杯 要殺人家, 他們沒有自由 他們想要自由, 他們想要自由 自然 Curara Curara 為什麼你突然叫小巨人? 她是焦點 他还要饿得更习 那之所以,我准认了 本当还会冒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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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心 直接就会了,的对吧 Castillo常常住在前面 要不停侥法 方法無法 如果有未來的話 我們和他們都不在拿手 Castillo殺死的目的 Yara的解放 那是目的 你現在沒有揮動 XD 1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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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してちょうど 奇襲を計画しているの ここが誰の土地か兵士どもに思い知らせている 一緒に戦って感謝するよ 4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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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9 7 7 9 1 9 2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 1 2 3 2 3 4 5 5 7 8 好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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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玩家 就可以迅速图上乌军标记 以免有军误伤 说不定还可以迅速加入反攻的乌军 对着它原来的主人开火呢 四 一辆刚被缴护的俄军T-72B-3坦克被拖走 有意思的是 拖拽它的也是一辆早线被乌军缴护的T-72B-3 五 千万不要以为俄军去军事化只是这么一点点 图像素材是相当的多 后面的图片都是乌军刚刚搞到手的装备 估计维修人员得修理上一两个星期 乌军新组建两三个庄家旅补成问题 其实这些仪器地点俄军都是非常清楚的 带不走也可以让空天军飞过来炸掉 但是空天军在哪呢 估计连烧衣鼓都弄不明白那个空天军在哪里 难以用语言来描述俄军在哈尔克夫的失败 对俄军来说这就是一场雪崩 是一场绝对的军事灾难 但也是乌克兰军队不可思议的非凡的成功 他必将作为乌克兰民族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勇气和智慧的最佳案例而被拥在史册 咱们回顾历史 会发现所有证明自己能够傲然独立于世界之链的各民族都有这样辉煌的战力 我们毫不怀疑此战战正帮助乌克兰民族找到了民族凝聚力 归属感和自豪感 好咱们来看南部赫尔苏州 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乌克兰军队进行了超过28次重大打击 袭击了大约19个俄罗斯人力和军事装备集中机 乌克兰军方官员表示 乌克兰军队的重点案是打击俄罗斯的桥梁和气带河流呼吸点灾 以破坏俄罗斯在地列薄荷的运输能力 乌克兰部队沿着海岸线前进 已经进入到赫尔松地区的索夫伊夫卡 看起来他们正在威胁侧 并有可能建立一个潜行的攻势 乌克兰人离赫尔松市可是越来越近了 当地时间9月12日 乌军南部战线司令部发布消息 俄罗斯军队从黑海方向对乌克兰构成威胁陡然增加 已经有14艘军舰进入了相关水域 其中包括4艘装备有26枚口径巡航导弹的水面舰艇 和4艘大型弹路舰 目前这14艘俄罗斯军舰已经部署在靠近科里米亚南海 但距离乌克兰部队的最前沿超乎了乌军导弹的射程 这次俄罗斯人也长了进行 绝不能让鱼叉导弹覆盖他们的军舰 莫斯科号巡舰舰就是他们的教训 俄罗斯军舰的出现这可不是想抢他登陆 很有可能是由于哈尔科夫方向被揍的一地鹅毛产生了恐惧 想靠军舰上的远程火力为地涅薄荷北岸提供火力支援 俄罗斯军队在赫苏前夕的处境非常的困难 一点都比哈尔科夫的俄军好过 哈尔科夫的俄军没有天然屏障阻挡后退 阵地失守货可以说走就走 而赫尔松方向的俄军没有那些便利条件 乌克兰武装部队一旦发动强攻 那赫尔松的俄军要么被歼灭要么就投降 因为地涅薄荷上所有桥梁已经被海马斯摧毁 并可以随时对俄军驾驶的扶桥采取精力 哈尔松方向的俄军的反空也一直没有停止 在过去的一周中 乌克兰军队在前线的多个地方推进了2-20公里 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只不过被哈尔科夫的战果抢占了视线 哈尔松方向的乌军也改变了此情的打法 把编制部队组成游击式突击反对 让防御的俄军挨了打还找不到乌军的方向 如果俄军主动发起进攻 就又进入了乌军耗兵的覆盖范围 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打法是实在怪异 以耗兵的射程作为防御线 突击部队从多个方向逐渐削弱俄军的警抗能力 哈尔松方向的俄军已经被乌军折磨了两个月 后勤机业严重短缺 进攻又很旺 每天还要在乌军的突袭中恐惧度日 抵抗意志也是接近崩飞 乌克兰武装部队南部司令部新闻中心负责人 纳塔利亚胡美纽克今天发布消息说 被围困在地列伯河北岸的赫尔松不反俄军 正在就投降事宜与乌克兰方面接触 胡美纽克表示 原本在走投无路的赫尔松俄军 当他们听说哈尔科夫的情况非常糟糕的时候 抵抗意志完全崩溃 因为他们的处境比哈尔科夫的俄军更危险 他们的背后陆路交通被中断 防御阵地被撕开后没有可逃跑的路线 因此大部分的俄军不愿意再继续战斗 开始派出代表与乌克兰方面接触 其实这一点俄军乌军和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俄军向前迈步就会被抛击 后退的就是地列伯河 卡在中间激扬短缺 还要承受乌军的不断袭击 这种情况下煎熬两个月不崩溃 那还怪不得 不过美国前做欧洲军队总司令本获其思表达 如果乌克兰军队重新重回赫尔松 并开始攻击克里米亚 克里姆林乌可能会对乌克兰发动核打击 他说很快在通过赫尔松后 乌克兰人将能够攻击克里米亚的大部分 或者全部进去 打击那里的所有俄罗斯军军基地 并使俄罗斯黑海舰队无法使用塞瓦斯托布尔 那么克里姆林乌方面的核打击只是时间问题 他说使用核武器不会在战场场带来任何战争的优势 反过来美国也无法就手旁观 莫齐斯警示说的 华盛顿将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核打击作出反应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莫斯克不拒绝与乌克兰进行谈判 但应该尽快举行 否则就难以达成共识 他说那些拒绝的人应该明白 他们拖延这个过程的时间越长 他们与我们谈判的难度就不大 乌克兰国防部长林斯尼科夫目前表示 此前在白德罗斯与土耳其的三次谈判 他要求俄军退回2月24日入侵前的组计是组合条件 但现在俄军必须退回到1991年 国际承认的乌克兰领土边界 俄罗斯才有资格谈平和 乌克兰总组泽连斯基继续坚称 现在不可能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 他表示乌克兰希望结束战争 但空间和机会已经改变了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 您专家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随便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 本期新闻提要乌克兰哈尔克夫大捷一路旁标突进成功闪击巴拉克里亚 即将合围战略重地195 俄军比赛专用坦克现身俄乌战场 难道俄罗斯真的没有坦克用了吗 朝鲜颁布法令自行宣布五位核武国家 欧盟在特使会议上承诺为乌克兰提供5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 德国表示自己的援助已经达到极限 下面让大兵带你一一了解 随着乌军赫尔松反攻的发起 俄军的部队最近也是忙得焦头烂额 自从7月以后 乌军开始利用海马斯打击地涅薄荷桥梁孤立赫尔松城 为了守住赫尔松州 同时保障赫尔松扎波罗热州公投得以顺利进行 俄军开始陆续在19亩地区的主力抽调到赫尔松前线 截止到现在在南线俄军达到66个战斗群 但是这样一来 难免导致整个战场顾此失彼 如今的19亩地区 俄军力量非常薄弱 现在在赫尔松前线打阵地战的俄军散兵 就是原来驻守在19亩的俄军部队 这一点对于乌克兰而言是一个天赐良机 很快乌克兰在哈尔科夫方向的兵力 就瞄准了俄军的大后方酷批杨斯克 现在乌克兰的战术十分明显 同时从两路出击 一路突击一路直扑19亩方向 据了解有大约9000多名乌军 在巴拉克利亚库比扬斯克一线发动攻势 在这场战事中 乌军出动了两大王牌第93机械化旅 和第一特种作战旅 在发动攻势的第一天 乌军这两大部队就闪电般地收复了多个城镇 并且包围了重镇巴拉克利亚 而当地的俄军和瓦格纳雇佣兵 对迅速穿过雷区出现在面前的乌军感到震惊 急忙抽掉了各地驻军配合瓦格纳支援巴拉克利亚 他们乘坐着震爆装甲车和卡车快速前行 但是还没到巴拉克利亚 就撞上了乌军的装甲前锋 这些军队甚至都没能为俄军争取30分钟的时间 但是乌军并没有就此停下 仍在不停前进 先是谢苗尼弗卡 然后是舍普秦科沃 这支乌军沿着M03公路推进 俄禁卫20集团军 整个右肋被乌军插断 这里大兵再小小科普一下 巴拉克利亚目前究竟有多重要 乌军如果能顺利拿下该阵的话 则可以对被俄军占据的战略要地 19母形成合围之势 而这点对哈尔科夫地区的俄军来说 将是致命一击 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因此 而失去经营数月的19母 对于此事 俄军的说法是 有一支乌克兰军队正在向巴拉克利亚发起进攻 虽然敌人火力强大 但是俄军已经将一条桥梁炸断 阻止了这次的进攻 不过很快 乌军就发文回应表示 自家前锋已经突破了断桥 进入了巴拉克利亚城郊 并发生了战斗 同时乌军还配发了自家装甲车 在巴拉克利亚郊区前进的照片 到了9月8号 乌克兰总参已经发表声明 称乌军已经在哈尔科夫地区 占据了超过20个居民点 甚至在某个方向 穿插到了俄军防线后50公里的区域 这场行动汇总令人不解的是 在巴拉克利亚这种直面乌军 哈尔科夫重兵集群的要塞加交通枢纽 俄军居然只部署了两三千的民兵和武装警察 并且这些人缺乏重武器 面对来势汹汹的乌军 直接就被其装甲部队给打穿了 而被打穿后呢 更令人震惊的是 俄军居然没有设置第二道防线 据了解 乌军打穿了巴拉克利亚第一道防线之后呢 两天行军40公里毫无阻力 直接威胁到了俄军后方的补给中心 库皮杨斯克突进 到了9月7号 乌军已经成功占据了巴拉克利亚 第二天乌军开始清理城镇中残留的俄军 并在该城的广场升起了波旗 同时另一批乌军则沿着T21-10公路向东北方向寄进 甚至有消息称乌军前锋已经抵达了塞梅尼弗卡 正在向库皮杨斯克突进 这里是整个乌冬地区最大的俄军集结点 而相较于这次乌军的进展 俄军东线战场的进度呢就有些缓慢了 早在4月18号开始 俄军重点进攻的对象 目标是顿巴斯乌军的核心阵地 斯拉维扬斯克双子城 而现在呢近五个月过去了 俄军还是没有摸到顿巴斯乌军核心阵地外围区域 乌军已经开始准备袭击酷皮杨斯克的后勤枢纽了 说起来乌军司令扎卢日内确实是一个名将 这次乌军的战略欺骗非常成功 在6到7月初 俄军在顿巴斯地区依靠着强大的火力和集中主力节节胜利 夺取了波帕斯纳 红利曼 北顿涅斯克和利西昌斯克等四座重镇 在那个时候 整个顿巴斯地区都有崩溃的危险 无论乌军投入多少预备队进入 都很有可能被俄军主力消灭在顿巴斯这个角楼机当中 毕竟对于俄军而言 在顿巴斯作战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 该地区背靠俄罗斯铁路直达前线战场 俄军弹药下火车距离战场 那只有几十公里 再加上俄军全部主力集结在顿巴斯战场 在这里 俄军可以完全发挥火力 弹药 后勤和兵力的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 扎卢日内并不去硬碰硬 没有向顿巴斯增派援军 而是利用战略欺骗调动了俄军 转移了俄军进攻的方向 扎卢日内通过这次的反攻赫尔松 远程打击克里米亚等事件 诱导俄军在7月 打击克里米亚等事件 下线打击克里米亚等事件 尽管理亚等事件 用战略的方向 是否对 请不吝点赞 是不少 帮助 共处 实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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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